看到的是德中的这两款角膜机 它呢就是说一款是短柄的 一款是长柄的 功率是两款一样的 都是860瓦工艺级的角膜机 然后现在为大家简单的 讲解一下角膜机的那个基本的几个部位 然后这里开关 我就拿这把产品的来介绍了 开关 这个是自锁按钮 就是说开关按下去以后 按下自锁 它就保持撞动了 然后再按一下开关的话 它就会停止 然后这个呢是那个齿轮的那个舌铁 这待会我会为大家介绍到的 然后随机呢有护照 护照的话只要套进去 拿了十字螺丝刀 这样拧紧就可以了 然后还有一把帮手 还有一个副手把 副手把的是拧在头壳这里 有一个螺丝的那个孔的 螺丝孔只要拧进去 这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现在为大家就是说要讲解一下这个压板 因为这款角膜机是多功能的 它压板呢分正反两个面 像因为锯片它内孔不一样的 内孔小一点的 是用这个面 它孔又小一点的 这样子压上去 压上去 然后这个上压板也是分两个面的 这样子像小的小孔的那个锯片呢 就是说凹了一面接触那个锯片 这样子拧进去 然后就是说 刚刚讲到的这个锁钮 撞到一定的位置锁钮就能按进去的 然后这样 然后锁好以后就是说去抖动一下 抖动一下 看一下它会不会抖 那么好的 现在为大家实际来展示一下 它的那个切割金属的那个力度 那么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角膜机的那个功率 跟这些力度非常的轻松 那么好的 现在为大家来展示一下 就是说拆的时候 你也一样按住这里 让它锁住 按住这里 然后 拧下来 这样子就是 看一下 这个打磨锯片 打磨锯片也是一样的 因为它内孔小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打磨锯片的上压板 它要更换一下 凸的一面接触锯片 好了 那现在为大家展示一下打磨 好的 大家可以清楚的看见只要几秒钟的时间 你看这打磨的部位跟没有打磨部位的那个区别 现在为要为接下来要为大家实际展示到的就是说 那个角膜机 比较厚功率的一种就是说 切割木头 然后切割一些瓷码之类的 然后像楼金 那个金属 这两块金属锯片的话 就是说 它是内孔比较大的 下压板要反过来 反过来这样子就能砍得进去 然后上压板 反正这些上 更换锯片的话 都是操作都是一样的 那么 现在为大家展示一下 切割木头 工业级的力度就是不一样的 这力度是非常大的 不管你切割什么任何东西 它切割任何一种东西 都是只要几秒钟的时间 那么现在 这一块呢 是那个瓷装 红装 就是说割装块的 之类的那个 食材切割片 反正每次机片上好 也要抖动一下 大家可以清楚 看见 不管切割什么东西 都是非常快的 然后 要大家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 它撞动没停下来的时候 这个按钮千万不能按下去 如果按下去的话 很容易就是造成 因为它转速太快了 功率太大了 然后就是说 这个按钮很容易打掉 然后接下来 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这个 抛光 就是打磨木头的 这个抛光板 然后把上下压板 两块压板都取掉 两块压板都取掉 然后这样子直接拧进去 就可以的 然后按住这个锁钮 稍微拧紧一下 这是打磨木头 可以清楚的对比到 是非常光滑的 跟这边粗糙的比 那么好的 现在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这一款 点钟了 这一款 我就是